我们在平时试用收集的时候,尽量发现点词已经不够用了,这是什么原因呢?并不是因为你认评不行,只是因为点词有病。 怎么来给点词止病呢?今天就给大家教一个办法,来给你修复一下你的点词,给你止病。 我们首先先打开收集,小爱同学,开始录屏,打开了,然后我们找到这块专业,找了,找了之后我们直接打开,这个东西叫点词修复专业办,打开了之后才发现我的点词现在有43%的点,点词是4.34,温度是3.4.5摄氏度,循环是379次,健康是3.5摄氏度, 我们直接打开一键修复就可以了,等一下啊,现在30一分了,继续修复。 刚才是修了有5分钟,时间又有点差,我就直接就是一加快,处理了一下,现在修完之后,又变成95分,再修一下,看看啊,再点下一键修复。 这次就快多了,这次,这次没有加快啊,这次还中上速度就这样,有30%多了。很快。不过呢,我们可以再让它再加快一下,开始。 现在已经是到了100%了,你还在现在充电,刚一开始是43%的电,就现在充了56%,再几分钟就充了43%的电。很快了,它当时电视就只好病了。如果你想需要这款软件的话,你可以关注维格社团的微信公众号,消消全品的山东湖宝也,然后发送冰淇淋语。 一起守护古老的声音话和传说,不用罚,永不凋落。 好,我们不用继续讲到这里,下期再见。 下期再见。 下期再见。